大家好,我是Matthew 自從上次Note202影片出了街之後 有不少人都跟我們說 他們都很有興趣砌一部ITX機 而且還在我們原本的List上做了不少改動 但是就衍生了不少潛在的雙用性問題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探索一下 選擇ITX硬件的時候 大家很容易忽略了的復位 近期ITX機箱越來越流行 除了新的機箱設計 令到ITX可以做到跟ATX接近的功能之外 某些ITX機箱還有一些特別的賣點 外形上亦都比不少的ATX機箱更加有特色 但是究竟怎樣才可以組成一部 最適合自己的ITX電腦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近年不少的高階底板都加入了IO Armor 雖然某些ITX機箱都支援大型的塔散 但是ITX的底板面積比較小 在安裝一些大型塔散的時候 很容易會頂到底板的IO Armor 而且大型塔散很有機會覆蓋整塊底板 如果底板有RGB又或者特別設計的話 很容易就會看不到 安裝上都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我們都建議選擇一體式的水冷 或者符合CPU Keep Out Zone 規範的下吹式CPU散熱器 最後自己上網查清楚 其他用家的分享都可以的 配CPU散熱器要考慮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RAM的高度 不少的RGB RAM都會比較高 而下吹式的散熱器 在不犧牲太多散熱效能的前提下 面積都不會太小 很大機會覆蓋了一條甚至兩條的RAM槽 散熱器下面的空間 通常都不足夠放高新的RGB RAM 所以要考慮較矮 或者甚至乎沒有Hit聲的RAM 提到ITX機箱 大家很自然就會想起SFX 就是Small Form Factor 的火牛 但是ITX機配SFX的火牛都不是絕對的 一些空間較大的ITX機箱 就算用ATX火牛都綽綽有餘 值得留意的是 就算同樣是ATX規格的火牛 都會有不同長度 即使機箱說明支援ATX的火牛 一些功率較大的長身火牛 都未必放得下 所以要設計要量清楚 你目標的機箱有多少空間可以放火牛 而且要計上插模組線線頭突出的長度 選擇的ITX機箱 都預算在擴充性上會有一定的限制 但是不少人在儲存空間上都有一定的需要 不多不少都需要一至兩隻SSD或者HDD 雖然少的ITX機箱都有預留空間給你安裝 但是都未必放到最傳統的3.5吋HDD 或者數量上都非常有限 在大家選擇ITX機箱的時候 當然就要上官網看機箱的規格 但是理論還理論 你看規格它寫支援到的東西 實際上可能都會有少少出入 例如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 HDD位和火牛位是共用的 如果你想放ATX火牛 就放不到3.5吋HDD 反之亦然 如果你需要用到3.5吋HDD 這類體積相對大的儲存裝置 就要多加留意以上的問題 另外ITX機箱在走線空間方面 都有不少的限制 每隻HDD或者傳統的SSD 都需要多兩條線的情況下 走線的難度真的大大提升 亦都難免會影響外觀 如果你真的有這方面的需要 一些相對較大 布局上和傳統ATX相近的 ITX機箱可能就會幫到你了 例如好像這隻機箱一樣 可以裝到3隻2.5吋HDD 或者SSD 另外再加一隻3.5吋HDD 另外近年越來越流行的 NVMe SSD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解決方案 一來它的體積非常小 可以直接安裝在底板上 而且這類SSD的價錢也越來越親民 這樣就可以一次過解決空間和走線兩個難題 如果有興趣砌ITX的朋友 不妨都考慮一下 一部高階的電腦又怎麼少得一張高效能的顯示卡呢 新的顯示卡效能越來越高 同時發熱量也越來越大 所以不同牌子的顯示卡都傾向配三風扇 和更加厚的散意器 可能大家有印象 以前ITX就一定要配短卡 甚至乎不少的牌子都有出ITX專用尺寸的顯示卡 但近年受惠於PCIe riser卡的普及 在選擇顯示卡的時候 限制已經越來越少了 相信這也是ITX比以前更加吸引的其中一個原因 在選擇顯示卡的時候 記住大家都要考慮它的長度和厚度 放不放得下深水的機箱 用得ITX大家都會關注生意的問題 情況許可下都會盡量加風扇 去增強機箱的通風和生意 就算是最闊落的ITX機箱 配現在市面上主流的三風扇顯示卡 其實都只是有幾mm的走斬位 當你安裝了機箱風扇的時候 就有機會放不下 再加上現在新的CPU發熱量都越來越高 所以不少人都會考慮用一體水冷 安裝水冷就要考慮冷排所佔用的空間 用得ITX機箱 在所有空間都要計算到盡的情況下 就一定會有所犧牲 大家就要想清楚自己需要些什麼 安排好了才好決定 看到這裡是不是覺得砌ITX很麻煩呢? 如果不想賣完零件 回家砌落才發現中了服的話 又想安座家中什麼都不做 就有一部英俊ITX機器用 就不如找我們幫忙吧 跟我們合伏同事展開激情對話 我們會幫你troubleshoot 考慮以上提到的問題 才推介最適合你的零件給你 準備緊砌ITX的朋友 你們選零件的時候 又會考慮什麼因素呢? 而砌過ITX的朋友 你們有試過在什麼最猜不到的位置呢? 歡迎在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飛馬電腦 我是Matthew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